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十八课 考试 第一幅画 词汇 大学 中学 小学 招生 得到 学位 学士 硕士 博士 考虑 上学 毕业 情景 对话 老李在看什么? 他在看大学的招生广告 老李想干什么? 他想得到一个更高的学位 电话响了 老李为什么没听见? 因为他正在考虑上学的事 老李在想象什么? 他在想象毕业时候的情景 第二幅画 词汇 报名 教授 咨询 考试 专业 经济 语言 历史 哲学 数学 化学 物理 读 对话 老李到哪儿去了? 他到大学报名去了 他向教授咨询考试的事情 老李想学习什么专业? 他想学习经济专业 教授是怎么说的? 教授说 准备考试需要读很多书 第三幅画 词汇 努力 努力 只顾 只顾 忘 记得 一边 对话 老李在干什么? 他在努力学习 准备考试 桌上放着很多书和他的晚饭 努力 为什么没吃晚饭? 因为他只顾看书 忘了吃晚饭 努力学习的时候怎么样? 他真是废寝忘食啊 老李的妻子在干什么? 他在一边看电视 第四幅画 词汇 并 要 挤 劝 别 一下 回答 旧药 对话 老李怎么了? 他累病了 老李的床边放着什么? 他的床边放着药和几本书 老李的妻子对他说什么? 他劝老李说 你别看了 吃点药 休息一下吧 老李是怎么回答妻子的? 他说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不能休息 第五幅画 词汉 参加 对话 对话 老李参加考试了吗? 他参加考试了 考试的时候老李怎么了? 他趴在桌上睡着了 老李怎么在考试的时候睡着了? 因为他太困 太累了 老李的考试成绩会怎么样? 他的考试成绩一定很糟糕 第六幅画 词汇 独自一人 哪里 笨 聪明 笨蛋 对话 考完以后 老李去哪儿了? 他独自一人去码头了 老李为什么独自一人去码头? 因为他的心情很不好 老李把书扔到哪里去了? 他把书扔到大海里去了 老李心里怎么想? 他想 我怎么这么笨啊 我真是一个笨蛋 Mete 这 roid 亏